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,刚才不是说的啊,这个口不必吸,在这一方面,另外一方面它就牵扯到有什么叫气的问题。 继续说,他要求气,肯定天。 在中国,按中国的生活习惯来说,这个气在中国,在中国的生活习惯来说, 在中国有专门研究的这一项科学习惯来说。 在中国,在中国,有些人在中国的科学习惯来说, 有些人在中国的科学习惯来说,有些人在中国的科学习惯来说, 但是我们是在台湖学习惯来说。 当然我们不是在台湖学习惯来说,我们学习习惯来说, 但是我们对这个气的理解是这样。 我们对这个气的理解是这样。 这个气言一般来说,看不见。 气,可以平常来说,看不见。 你手摸不着。 那你手摸不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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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人都感觉有气。 但是,这个气能说不定。 这只能说不定一位问题。 没有气的人就完了。 还是有气的理解。 那能说不定一位问题。 没有气的人就完了。 一年前的時候,就感覺到胸腔就變,胸腔就提起,提到這,就變 如果一泳氣,即是智能進入腦袋, 就能夠感到,在這個地方,在這裡有些改變 所以我們說要去智能進入腦袋 所以丹田就是脚下山之地做成小腹的位置。 在座的同学,你现在的就是心平气和,就是启臣的丹田了。 在座的座位置,在座位置,在座位置。 在座位置,在座位置,在座位置,就在座位置。 就是心平气和,在座位置。 我们叫做先天气分两个人。 两个人叫做远气,一个就是后天呼吸的气。 有两个人的气氏。 我们也认为了解决定的气氏。 第一个是原气氏。 然后是原气氏。 它是原气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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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是原气氏。 它是原气氏。 上面在座位置。 它是原氣氏。 就是原气氏。 原气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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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重要的是,你把脖子底下放在身上 你不敢再上升或上升 如果你把脖子底下放在身上 如果你把脖子底下降到身上 你能把脖子底下降到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移动 但是是很自然的。 另外的动作,一般的说,你要往前击掌。 比如说我往前,我推掌。 往前推。推,它不能来个西起。 你不能再往前击。 往下击。我往下抬。 你不能再往前击。 好吗?如果下向前击。 那要是原因。那要做。 如果这击 waren击。 那那要不重。 这个意思是不对。 我相信这种原因是很明显的。 我认为观众范的继续, 就是用手手向前击。 或者使用手前方向开头, 用手向前抚。 如果您在前面或是前面的位置, 如果您在前面或是前面的位置, 那不可以做的。 但是如果您在前面的位置, 那是一種方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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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那種方式, 那是一種方式的方式。 如果您在前面的位置, 那是一種方式, 咱们在前面的方式, 那是一種方式, 那是不太大全。 它是在中期的方式上式, 那是一種方式, 那是真的。 在前面的方式, 那是一種方式, 那是一種方式。 所以在我们练习的时候,我们就要保持自己的呼吸自然就可以了。 如果是一般的气在这边的位置,如果是一般的气在这边的位置, 那是最重要的,是我们的一般的基础。 我认为这就不太清楚了。 我认为这就不需要继续。 好